今天即興來一個快閃散步, 現在是下午2點半, 我來到香港仔海濱公園, 一些離島的碼頭, 這是南亞島索古灣的碼頭, 我發現我剛剛錯過2點半的船艦, 我唯有走到另一邊, 另一個碼頭是南亞島的榕樹灣, 來到這裏, 看到下一班船是開3點20分的, 那我就走進去買票和等船埋岸了, 終於就埋岸了, 因為今天是行日來的, 所以這班船就沒什麼人的, 我坐到差不多等於包船那樣, 好了,現在開船了, 這艘船是40分鐘的, 正我來說都是挑戰來的, 不過開船那麼久, 都是很風平浪靜的, 我可以一邊欣賞海景, 一邊去到榕樹灣那邊, 好快就到了榕樹灣馬騰, 這條虛線就是我們今天的路線, 終點就是索華, 現在向著紅色野蛙方向走過去, 南馬島出名多的就是海鮮餐廳, 那我走過也是, 到此一遊吧, 這個地方是必須要去的, 那走進來之後呢, 就見到很多西式的酒吧, Cafe, 還有很多買特產的店頭, 那我今次的目標呢, 就是在一間Cafe, 去吃他們的Tiramisu, 那因為室內是有最低消費的, 那我就坐在室外這些圓桌那裏, 叫了這個Tiramisu, 那它上面呢, 印了一個圖笛的圖案的, 那除了味道之外呢, 亦都是欣賞它的賣相的, 那吃完之後呢, 就向前走, 要左轉的, 那旁邊有個路牌指示的, 那我一路走呢, 走到這麼少下呢, 就會見到一個牌, 建設著大灣新村的, 走到這個十字路口呢, 就過對面, 在這張椅子旁邊的條路呢, 繼續直走, 那很快呢, 就會見到一間, 外場畫滿壁畫的屋, 那還會見到一個, 健興阿婆豆腐花的牌, 不用說就是要坐下, 叫一碗豆腐花啦, 那阿婆豆腐花呢, 都是一個打卡位來的, 吃完豆腐花, 跟著走出來呢, 就在左邊這條路, 繼續走進去, 那來到這個三叉路口位呢, 就問人啦, 那他們說呢, 右手邊那條路才對的, 那我就繼續在這裏走進去, 到這裏呢, 又見到一個十字路口位, 那左手邊呢, 其實是去風彩發電站的, 很多人都會走上去提風車的, 不過呢, 我就轉右, 走到下面, 走到下來呢, 就見到一個好美的日落, 那邊這裏呢, 就是南亞島發電站來的, 那就是第一次來這個角落, 那裏有些椅子可以坐下欣賞日落的, 那好快呢, 就走到紅星夜灘啦, 那這個沙灘呢, 就設備齊全的, 當然有廁所啦, 那這個沙灘呢, 這個時候可能沒有的, 那又是見到一個好美的日落的, 那這樣呢, 就會在左手邊這邊, 再上回山, 那在這條上山的路旁邊呢, 有一個好新年的燒烤場的, 那方面現在是鎖了, 但是要坐這裏, 對著日落燒烤呢, 我相信這個可以說是全香港最美的燒烤場, 那那條上山的路, 那到索古灣那邊大概是要一個小時左右的, 那一點都不難走的, 因為是石屎路來, 那邊是索古灣那邊, 那裡是索古灣那邊, 大概是要一個小時左右的, 日落亦很漂亮,亦有观景亭,欣赏日落 现在太阳已在云下落 到这个位置,半个小时到淳湖 我走到一条村子,指示牌走淳湖 亦有个指示牌提你戴口罩 这条是卢苏城邨 来到天后庙,天正开始黑暗 在码头等船回香港时,就看到这个很漂亮的晚霞 在这一路等船一路欣赏晚霞的景时,就和大家说拜拜 下次再见